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携手建发集团 面向全网发起了特区记忆全媒体征集活动 不少亲历特区建设40年的参与者 见证者 踊跃投稿 发来了珍贵的老照片或历史的影像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为您推出系列报道特区记忆 和您一起回忆特区建设的难忘瞬间 回顾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 讲述普通人与特区共同成长的故事 今天是第一集 我们就先翻开新闻工作者 珍藏的老照片和老影像 我们听听他们的特区记忆 我可以算是厦门最早的电视记者 福利动工的时候 炸那个石头的时候我去拍了 大家都叫做特区建设的第一声套墙 我们大概距离一百多米吧 不是很远 炸的时候然后石头碎片就都掉在眼皮底下 那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去幻想说 特区以后会什么样 现在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 这张照片是2000年12月7号 我和同事去东渡港海天码头采访时候 我帮记者小徐拍的 当年为了庆祝县厦门港 集装箱破百万标详 港口特意给这个集装箱挂上了蝴蝶结 上午9点33分 海天港区9号博尾的大型桥调 凌空举起了厦门港今年以来 第100万个标准集装箱 当年厦门港集装箱连通吐量破百万 是很了不起的事 那一年厦门港因此成为了中国大陆 第六个实现连集装箱破百万标箱的港口 我们当时很激动 因为见证了珍贵的历史时刻 没想到21年后的今年 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已经有七个业单业吞吐量破百万标箱 观众朋友 今天下午 第五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 这个视频是当时第五届投下会的时候 我在厦门国际会长中心的 国际会议厅做的现场报道 当时投下会的客商才几千人 今年第21届投下会 客商已经到了五万人 厦门已经是我们国家对开放的重要窗口 外国人想要知道中国发展的怎么样 看项目就可以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看到现在 2003年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 已经正式开始 这段视频是2003年 我们第一届厦门国际马拉松赛 那时候和韩乔生老师一块主持的 像我们第一届 就有一万一万两千人 到后来最多的是七万七千人的参与 到后来我们就不得不抽签 一号难求 这么多年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个城市的气质也才发生变化 以前我的搭档过来之后 我们只是浮光略影说厦门的美景 到后来更多他们去关注厦门的人 厦门的城市变化 厦门的城市气质 那时候本地的体育赛事还真没有 我觉得马拉松算是一个契机吧 从那开始之后更有权威的赛事 更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越来越多 然后整个城市的所占的平台 也会越来越高 永不止步 光只是我们一个马拉松精神了 更多的应该是特区建设 也将秉承着永不止步的精神 不断向前迈进